从前从前在唐朝时期 当时武则天登基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但是执政初期还是有许多反对的声浪 武则天为此很困扰 当时武则天有一位部下叫做莱俊臣 莱俊臣是一位精通行求的酷吏 恰好当时有一位暗中分析 反对武则天的大臣名叫周星 周星也是一位精通行求的酷吏 于是武则天派莱俊臣去对付周星 于是莱俊臣假意宴请周星 过程中向他请教行求的招数 周星说我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准备一个大瓮 请对方进去后在下面升起火 要审问他什么讯息 他不可能不说的 莱俊臣听完后微微一笑 就站起身来打开一旁被遮起的木木 里面赫然是一口大瓮 他对着周星说请君入望 周星一看到就不由自主的跪下 将所有谋反的讯息都招认出来了 后来我们用请君入望 比喻以其人之法 还至其人之身 而这个就是请君入望的典故由来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